下面我会和大家分享片头视频的拍摄流程 首先我们来看看薯片桶移动的镜头 这个镜头其实是用一张张图片合成来的 因为我是一个人拍摄 并且没有辅助设备 所以用这个方法是最容易实现这个效果的 方法也很简单 只需要让薯片按照设计好的轨迹移动 再拍摄就可以了 每移动一步就拍一张图 最后就可以把图片合成一条视频了 为了确保每次移动的距离一致 可以用一个物体作为距离参考 而薯片桶逐一出现的镜头 则是用细线把薯片桶吊起来 因为拍摄的背景是黑色的 所以我选择了黑色的细线 这样在画面中就不会太显眼 而薯片桶吊起来时尽量垂直 不要摇摆 这样效果才好 每吊起来一个薯片桶 都要观察画面是否合焦 而中间停留的时间 只需要后期剪掉就可以了 因为拍的是4K素材 所以后期有两倍的放大空间 利用这个可以模拟出滑轨的效果 值得一提的是 Vivo X60 Pro在视频专业模式下 支持240帧的升格拍摄 这个帧率最多可以在后期 做到10倍的慢动作 虽然240帧慢动作 在绝大多数手机上都支持 但是它们基本上都是在慢多数模式下 不能调整拍摄的参数 就容易出现曝光难控制 摆平衡不一致 不好对焦等问题 拍摄土豆下落时 用手动对焦 把焦点对在土豆悬浮的位置 再让土豆自由落体 这样成片就会有一种从虚到实 再从实到虚的效果 桶底再拍摄一个薯片落下的镜头 把镜头组合起来后 效果就出来了 薯片从薯片桶里出来的画面 拍摄原理和薯片桶移动的镜头是一样的 也是用一张张的图片合成一条视频 拍摄时 我们同样要在专业模式下拍摄 薯片飘落就更简单了 我们直接上裁衣 薯片桶变换颜色者需要 为每个口味的薯片桶拍摄一张图片 再利用遮罩和关键针 做到图片颜色的变化 想知道这个镜头是怎么拍摄的 我们只需要把画面旋转一下 把薯片桶倒置后 用胶带固定住 在桶盖上用细线 板一块重物 让重物自由落体 薯片就能自己 朋友而出了 在最后一个镜头的拍摄中 使用广角镜头贴着薯片拍摄 充剂感会更强 了解完拍摄过程后 我们把镜头组合起来看看 这里是王传手机摄影 我是波亚 我们下期再见